6月10日旅读周历 以陶冶 今日任务 分享什么是自己心中的美 英哥以陶瓷文明全台 甚至被世界看到 整个产业至今已有200年以上的历史 发展过程宛如台湾陶瓷史的缩影 坐落在大汉西畔的英哥陶博馆 是全台第一座以陶瓷为主题 所设立的专业博物馆 除了能在馆内完整吸收历史知识 欣赏各具特色的陶艺品 户外的陶瓷艺术园区 还是网美必拍打卡点 以及小嗨放电的最佳去处 网络温度计透过KEEPO大数据引擎 看到英哥陶瓷博物馆的关键自由 陶瓷 文化 作品 馆长等 走进馆内不仅可以陶冶身心灵 还可以让自己对美的认知 有更深一层的认识 英哥陶瓷自1804年开始发展 从一开始的粗陶器到日治时代的石陶器阶段 国民政府来台之后中断了日本及中国的陶器货源 而这个缺口由台湾的陶瓷业者补上 大量开始制造生活用的陶器 英哥的陶瓷产业逐渐成型 而这里更是透过国际文化交流 和其他国家的陶瓷馆缔结姐妹馆 一起让宝岛的陶瓷之美传遍国际 陶瓷馆使用大量的玻璃帷幕 能够丰富层次和展现光线透射后的各种不同的效果 能让室内的陶瓷作品在阳光的变化下 呈现丰富的质感与不同的面貌 一楼至5月31号开始 展出来自特拉维夫伊瑞兹以色列博物馆的多件工艺作品 可以感受该国艺术家如何在悠久的文化底蕴中 进行实验性创作 激挡出来的惊喜 快龙 那怎么样才能看到底下 想要看快龙吗 我们现在有一个数位淘宝馆的一个网站 可以让所有的展品在线上就被清楚地呈现 那这些影像总共有300件作品都有拍摄 然后有720度的画面 你只要点开我们这个数位淘宝馆的一个网站 然后就看到它可以这样旋转 哇 可以看到底部耶 然后它就会有很清楚地呈现 这样其实不管是你在我们的展场里面或是在家里面或是在任何地方 透过数位淘宝馆的科技的补足呢 其实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很轻松地很自然地 那也可以更丰富地享受这个整个展览的乐趣 淘宝馆二楼总共有四大展区 分为回看所来处 回窄镇 穿越时空之旅 未来预言四个主题 透过实物 图文 影片 以及互动设计 可以更加了解台湾制台的文化与历史 新北市政府为了故意淘宜创作 提升淘宜文化所举办的台湾淘宜奖 已经举办第三年了 其中卓越奖 实用奖 创作奖 新锐奖 四大领域的得奖者 他们的得奖作品正在三楼的特展示展出 一起和大家共享这份荣耀 一起感受台湾淘宜的创作力 淘宜网后面的陶瓷艺术园区 透过主题陶与风 水 土 火等元素结合 受有清水区及儿童互动设施 许多国内外的陶艺家 深具巧思及创意的作品 也分布在园区各处等待大家发现 带着清洁手套的松鼠塔搭 化身成护木小煎冰的变色龙 与水雕对望的小女孩 都能看出创作者爱护大自然的这份心意 无论是馆内还是馆外 陶瓷服务馆它都展现出自己的特色以及美丽的一面 这里真的非常值得花上一天来这里逛逛哦 我觉得让我最有印象的是那个筷架 因为通常我们在博物馆看到 都只能看到它想要展现的那一面 可是我在那边遇到馆长 那他告诉我有数位陶博物馆 所以呢我就在那边看到了 各个面向不同的装筷子的那个容器 所以我觉得非常的厉害 美的形象是丰富多彩的 而美也是到处出现的 人类本性中就有普遍的爱美的要求 想知道银哥陶瓷博物馆还有哪些美丽事物吗 记得按赞留言分享订阅我们频道开启小铃铛 大家拜拜